大家好 今天有空过来摘一点玉米叶子 叫了我唐妹跟唐弟 因为如果每天请人来摘的话太不划算了 这样养鱼肯定是亏钱的 所以自己来摘一点 本来不想拍视频的 因为摘这种东西很无聊 没什么拍的 刚好趁现在休息的时间 在这边坐了有一个多小时了 你看我们摘了有十几捆了 都放在这边 等下拿出去用皮卡车拉到鱼塘里面去 大家看一下这些玉米都已经采摘过的 剩下的就是那些淘汰的玉米 不要的 所以这些玉米杆也是没什么用 所以我们会来摘玉米叶 很新鲜的玉米叶子 很简单的工作 就这样 把这些新鲜 大的叶子 摘下来 一直这样摘 摘个十几捆 就可以了 这些杆呢 等下那个 田主会把它 砍掉 他要种第二皮玉米 所以要赶紧 我估计今天他就会把这边所有砍完 所以我们要多摘一点 还好今天太阳不是很大 如果太阳大的话 根本就摘不了多少这个玉米 现在的话摘了有 差不多二十把了 我现在把车开过来 先边装 应该也差不多了 今天上午就干到这里吧 下午还要过来的 还捡了个大玉米 看看 太重了 这里有二十多把 我估计都有五百斤 两把五十斤 现在装到车上去 装上去也有一车了 走吧 走吧 再到鱼塘去 这些叶子一定要放到阴凉处 这些叶子一定要放到阴凉处 要不然不能储存 这二十 二十多把 起码也能吃个一天 所以要保存好一点 全部搬上来了 因为放在这里 比较阴凉 不容易 发黄晒坏 现在要把它拆开 要不然会闷黄的 全部打开 全部打开 已经放好了 像这样储存清炒料是比较好一点的 让它在阴凉处 把它弄松一点 有透风性 够个炒鱼吃个一天 好了 下午再过去摘一点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